哈喽大家好,我是剧头社佳音,今天由我来说八卦 近日,芙蓉姐姐亮相某品牌活动,以一起白色连衣裙走红毯 摆姿势拍照越来越自然娴熟 不过,这次的着装引起网友的热议 这还是以前的芙蓉姐姐吗?绑大腰圆的 印象中的芙蓉姐姐向来皮肤白皙,高挑瘦弱,文采很好,都用林黛玉来形容 她2011年重游清华校园拍的清花瓷长裙特辑 乡间迷人,凹凸有致的身材,让众多网友惊叹 记得2014年,她与凤姐的隔空对话,让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文化界的战斗好可怕呀,被战斗人员迅速离开 连艺人林更新也加入围观,在你俩面前,我显得很卑微 作为第一代网红,芙蓉姐姐在网友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因被人嘲笑肥胖而最终减肥成功,让她一度晋升为网友心目中的理智女神 然而近日,芙蓉姐姐出现在某活动现场 观众没笑,倒是主持人先笑了 因为芙蓉姐姐受要参加活动,挺着肚男穿裙子上台 主持人笑到无法讲话,网友纷纷留言道 五十步笑百步,模样还不如芙蓉姐姐呢 身材也是个怪,看似更滑稽 似乎最近芙蓉姐姐的身材比较丰满 想必最近过得也挺幸福的呀 G2社传媒为您报道 G2社传媒为您报道